设置表格属性 边框 大小 简介 标题 在上一节的过程当中 咱们建立的表格虽然说已经有行列以及内容了 但是大小啊 还有边框的具体显示啊 还有具体你这个表格是做什么用的 表达的并不清楚 这一节咱们就可以为了添加这些信息 现在来看例子 找到上一节过程当中的表格 为table标签添加位的次数性 它叫做宽 然后里边写上具体的宽度 600相素 不需要带单位 再来 heft 高 为 600 保存 可以看到设计师图 表格的大小已经发生了改变 现在去浏览器中预览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效果 123456789 这样的话没有看到边框 原因是 咱们并没有为表格设置边框 在这里虽然看到有边框 但这只是在设计师图 Dream Error 给大家自己增加上的虚线边框 以便让你看出来 到底每个单元格在什么位置 可以为它增加边框 设置Border属性 为E像素的 再来到设计师图 好 可以看到边框已经有了 那么在浏览器中预览 它也会正常显示 好 这样正常显示了 但是我这个表格是想表达一些 什么意思了呢 并没有一个标题来指出 所以 我可以为这个表格增加一个标题 标题是这样增加的 在第一行之上 书写Caption属性 与-Caption 里边写上 识别数字1到9 这样一个标题 就可以看到了 在这个位置 显示了表格的标题 这样一眼就能明白 下面这个表格数据 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再来为表格设置简介信息 为它增加 Summary属性 这张图表适用于1到3岁的小孩子 它并不会在表格中显示 只是为搜索引擎提供帮助 本节讲解结束 这张图表格是在表格中显示的 在表格中显示的